哈喽欢迎收看本期波罗军给大家制作的视频 本期波罗上传给大家更新的呢 是来自这个银河奥特曼剧场版所登场的这么一款银河斯特流姆形态 啊不是不是银河维克特利的这么一个融合形态的UC可动的介绍 这个应该算是银河和维克特利融合的这么一个形态 也是非常厉害融合了使用式的这么一个必杀 还有这个小光以及翔的这么一个特训的成果 也是非常厉害融合成了这么一个形态 然后这个UC也是个人来说觉得做的非常好的一款玩具吧 也只能说它是玩具 也并不能说它有多么的高大上又收藏价值啊 仅仅是个玩具 因为是可动系列的都这样超可动系列 好看啊这个盒子呢设计的就非常的不错 这边V字形的这么一个透明的包装 跟之前介绍的银河斯特流姆那个形态是几乎不一样的 好这边呢是皮套啊 这个皮套真的非常帅银河维克特利这个造型啊 我真的非常喜欢 英叫UP远古之后公司2005年美丁拆拿 上面呢就是银河和维克特利融合的这么一个样子 看他们这个融合有点类似于艾斯啊 艾斯的变成啊 背后呢就是说可以跟这个 维克特利推出的这个进行一个融合 不过没有什么用 因为之前那个日版已经出了 我们来把这个摄像头稍微再挪进一点 来拆出里面的东西 当时是对这个艾塔卢卡吧 也是比较强的一只时空魔神 那当时对战那个艾塔卢卡的时候也是 一开始他是封印了奥特六兄弟啊 奥特七兄弟七位奥特战士都被他封印了 嗯 好 那这就是里面的配件 配件相对来说 只能说是比较简单啊 但是也没少吧 因为居中好像只使用了这两个配件 来拆开 UZ系列的素质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